目前中国南篮小型训练营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这次乔尔杰维奇选拔了多达十几名国内球员入营 其中就包括无球可打的周琪 被寄予厚望的林薇与崔永熙 这次训练营主要云集了大部分CBE俱乐部球星 在训练营中我们看不到闯进四强俱乐部的影子 很明显这次训练营只是短暂的开翼 目的就是为了让队员们保持出色的竞技状态 同时让年轻球员迅速找到自我定位 最终出征的12人大名单无法猜测 这次周琪出现在集训营中 蓝鞋与南篮的目的性很明确 就是渴望让无球可打的周琪重新寻找状态 毕竟自蓝鞋处罚新疆南篮后 后者并没有认可这份处罚 同时用退赛表示抗议 显然对于这样的判罚新疆是不满意的 这也导致了周琪成为自由球员再次蒙上一层阴霾 不过新疆这次检土重来 很有可能与蓝鞋达成某种共识 例如会主动交易周琪的优先续约权 从而帮助周琪回到联赛大学 也不失为帮助中国南篮在国际大赛中创造良机 毕竟从这次南篮世界杯分组来看 我们被外界视为小组赛中最弱的球队之一 小组赛中最强的球队就是塞尔维亚南篮 巧合的是南篮主教练乔尔杰维奇 曾经也是执教过塞尔维亚南篮 并且是塞尔维亚本土最有名的名帅 乔帅对于执教大个子有着出色的经验 在他执教的历史经验中 毫无疑问现效力于决心队的淤积 就是乔帅最佳的杰作 如今乔帅再次披挂上阵 面对抢手如林的塞尔维亚 我们深知没有赢球的把握 但乔帅能否帮助周琪 重新在国际大赛中找到自信 这对于周琪与南篮的未来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周琪而言 鉴于长时间没有比赛强度出战 周琪的体型与效力NBO 凤凰队时期有着很大的变化 即便周琪每天都泡在训练馆中 但作为辅助作用 无法与实战中训练相提并论 自然肌肉线条下滑很明显 从最新的周琪采访来看 周琪的身材有些发福 并且脸部与手臂上的肌肉线条 确实有变化 幸好这次乔帅紧急召开了 临时男篮训练营 这或许对于周琪恢复身形 有很大的帮助 如若不然周琪很可能 在国际大赛中再次吃别 有趣的是周琪在接受采访时 也透露了自己要对位的对手约机 他肯定叫约机器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 对于他自己而言 只能竭尽全力遏制住他的表现 做好防守的同时 尽可能消耗约机器 看来周琪对于对抗约机器还是很自信的 只是两者目前状态吹嘘不已 约机器正在率领决定被厮杀 NBE季后赛 并且有希望帮助球队夺冠 而周琪如今连CBE联赛都无法回归 这或许就是人情冷暖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南蓝世界杯会 云集诸多球星与球态 他们会挖掘出有利于球队发展的球技 只要周琪在南蓝世界杯中 打出亚洲杯这般的表现 相信会有NBE球队会为他提供 一份合同或者夏季连赛的机会 反之倘若周琪在南蓝世界杯之后 依旧无球可挡 南协与主席姚明更应该主动帮助周琪谈龙此事 毕竟如今的周琪配得上本土第一出口 他需要保持良好的状态 他需要保持良好的状态